嘿 大家好 歡迎來到區塊先生的Crypto直播 今天是我們的第353集 今天我們要來討論去中心化的儲存空間 Defile 在開始之前的話 先提醒大家一件事就是 加密貨幣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就絕對不要碰了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Crypto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please don't touch it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好,Defile這邊的意思其實就是 Decentralized File Storage 這部分其實就跟IPFS的這個名字有點類似 就是Interplanetary File Storage 還有像是RWEV 那其實去中心化的儲存空間 就 Decentralized Storage 其實已經有很多種方案 但是大部分的人還是只選擇了就是兩種 應該說百分之 我覺得百分之八十都只選擇一種 那就是IPFS 另外才選擇像是這個RWEV 然後再來其他選擇 那包括還有一些是那種 另外一種的儲存空間 像Storage這類型的 那好 儲存空間的可以拿來做什麼 其實現在最好的一個例子就是NFT 其實你看現在的這個OpenSea上的所有的NFT 它其實除了ERC 721或EIP 1559以外 其實那都是一個憑證 就是OK你持有一個NFT 你持有這個ERC 721的代幣 可是其實你不知道這個圖長什麼樣子 你必須用這個Hash來對標IPFS這個Hash儲存裡面的圖 你才知道OK這樣圖長這樣 那其實OpenSea還有像Rainbow還有其他的這個website 就是去IPFS上面撈這上面的資料 這也是為什麼呢 有時候你看一些NFT 它還說請你再點一下重新整理 或是過幾個小時後再回來才能看到這個圖 對 那這只是其中一個例子 那很多其他的應用 包括像是這個資料的儲存影片 設置於一些預言機上的資料 都可以用到儲存空間 那現在還有這種就像是你Dropbox這類型的也可以 但只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其實也不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必須要知道那個對應的Hash 有點像大海撈針一樣 所以其實儲存東西在上面還是蠻安全的 就是不一定有人找得到這樣子 所以除非有人知道你的地址之類之類的 好Anyway 所以儲存空間基本上現在最大應用在這些 那當然未來還有很多種應用 好 那現在主流的就是IPFS跟Rweave 那Rweave的做法其實也蠻特別的 然後呢 它其實可以讓這種儲存更永久 因為其實IPFS你不去PIN它的話 它其實有可能就有點像掛檔一樣 就是檔案就不見了 那你就必須要重新放一張檔案在那邊之類的 所以有時候呢 ERC721你是永久的 但是你的圖可能就可以換來換去 這也是為什麼大家常會質疑說NFT的永久性 好 那現在Rweave的做法其實就是說 我可以更永久只要你去支付這個費用 所以市場大概就這兩種競爭 我們今天並不會很深入去介紹IPFS 放在這個介紹欄裡面 那我們之前就是從19年就介紹過IPFS 其實我第一集叫IPFS可能是2018年的時候 而Rweave是19年的時候 所以我們未來也會再做他們相關的介紹 但今天呢 我要講一個我覺得還蠻酷的 就是呢 1inch這個項目大家應該都知道 在8月5號的時候 2021年的時候 他們發了一個推測就講說 他們做了這個1inch Grand Recipient 就是獲得了1inch的這個 算是生態開發的獎勵 那1inch團隊也是一個俄羅斯團隊 那DeFi團隊也是一個俄羅斯團隊 然後呢 就獲得了他們10萬美金等值的1inch代幣 這樣子 然後來開發這個去中性化儲存 這個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centralized storage protocol Anyway 他們就獲得了這個錢 然後我就開始注意他這個項目 然後呢 就發現了其實他還蠻酷的 對 然後呢你可以看到就是 其他的做法 因為我們沒有很深入講的 但最簡單來講說 他的做法跟IPFS比較不一樣 但跟Rweave比較類似 然後呢其實大家都可以起一個他這個Lite Node 然後呢就是貢獻你的這個儲存空間出去 然後呢就是貢獻你的這個儲存空間出去 就名副其實的達成 有點像這種去中性化儲存空間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是呢 他把他的代幣呢就是 放到這裡面進行了 就是utility 那這其實跟IPFS的Filecoin就不一樣 因為Filecoin其實下還沒有完全能去進行使用 但是呢這個Defile的話 他的整個介紹呢是說 OK如果你今天有個節點呢 你就必須提供10個USDC 然後呢 如果你是user的話 你會甚至是個USDC 然後到這個contract裡面 Anyway 他這個設計還會 好像還是會再做改變 只是他最早期的一個設計模式 那基本上 在代幣經理模型的人講 就是說他有分三塊 一塊就是 這個節點的運行者 那這個運行者 就提供他的這個Storage出來 那另外就是使用者嘛 就是來付這個費用 但他其實是整個這個Ecosystem呢 搭配了Defile 那其實Rweave跟IPFS在製造的過程中 其實Defile還不是主流嘛 所以他們當時的設計 並沒有把代幣經理模型設計得這麼好 這是我們在老的項目裡面常看到的問題 這也是為什麼像是Rweave之前叫做Land嘛 然後他有一次代幣的轉換 就是因為他們要改一下這種模型 才有辦法在新的這個生態裡面 和市場裡面存活的 好那Defile這邊 當然就是在一個 Defile的爆炸和NFT爆炸市場裡面 設計出來的產品 所以他更能去應付現在的NFT市場跟Defile市場 然後他也多了一個Farming的這一塊 那你可以看得出他之前還寫了1HLP 就是因為他可能獲得1H的Grants 好那基本上他這部分當然可以用在Pancake Uniswap 或是Radium 就是各種LP應該都可以 主要就是要讓Defile的使用量變大 然後有這個深度可以去交易 當然之後就可以把它加入到Defile的樂高模組裡面 好我們快速繼續講 就不要浪費太多的時間 那基本上除此之外 你假如提供流動性以外 然後你就可以獲得Defile的Token 還有就是只要你是節點運行者 你也可以挖到Defi代幣 再來就是你如果是使用者 所以他就是有點play-to-earn的概念 但同時都可以讓你獲得 他的這個用因就很大 就比較不會像是IPFS跟RWIV 基本上我們在周遭很難聽到 有人去騎一個IPFS的節點或RWIV的節點 但是我們常會聽到誰去提供流動性 甚至我們聽不到有人提供這兩個項目的流動性 就是因為他們當時的設計還沒有 Defile的這一套模型在裡面 當然他們後面可以做更多更新 好 那在Defile這邊的話 我們就可能會看到很多人去其他的節點 或是去提供他的流動性 就是因為他的使用上面的容易度 Anyway 然後他這邊就有他整個的介紹 然後他最近很多的這些research 他這個項目其實從2017年就開始了 所以他是一個蠻老的一個項目 我從他早期在做CDN的時候到Self DNS 然後再錄到他們現在的開發 然後來到這個新的代比經濟模型 好 等一下 OK 好 Anyway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對標的這個市場 對 那基本上當然最大的競爭對手就是IPFS 那就是全西式股市 IPFS全西式股市真的非常瘋狂 是約1100億美金 然後總市值現在是在60億美金左右 那代比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 這是IPFS的這個市場 對 那基本上現在所有的用戶都用IPFS IPFS 如果不知道他其實基本上是免費 所以他未來如果收費的話 可能用戶量就不知道會不會降低 那Rweave是已經收費 但是使用者還是比較少 普羅大眾或是大部分的這個webs 和相關的硬件都比較不支援 Rweave都還是只支援IPFS 但是我覺得越來越多會支援 其實就連以太坊這條鏈本身有儲存功能 叫Swarm 對 還有它有一個東西叫Whisper Layer 是可以做這種點對點傳訊息的方法 但要付很貴的GAS 所以以太坊本身也是有很多這類型的功能 好 另外一個對標單就是Rweave 那就是全息式估值是33億美金 然後總是現在是22億美金 對 所以大概就這兩個 那這項目厲害的地方 現在應該就是他 我覺得團隊跟這個產品的開發 然後另外一點就是獲得了這個 1inch的這個grants 對 然後他們 我記得好像有寫個中文的介紹 對 那這邊就講 喔對 然後他是第一筆 他講說第一筆這個什麼 支柱金的發放 10萬美金 然後給這個DNet團隊 他這邊講說 2017年DNet一直在開發 去中心化儲存和托管解決方案 為亞馬遜 谷歌 蘋果和該領域其他主要參與者提供替代方案 該項目啟動以來 個人計算機上未使用的磁盤空間來儲存托管代 向其他用務提供儲存空間 用務將獲得Defile代幣作為獎勵 好anyway 簡單來說就是講 就是一個alpha 然後覺得還蠻酷的 然後 看連文這邊都已經有 7月的時候都有報導過 anyway 反正我覺得大家在看NFT在瘋狂的時候 和GameFi瘋狂 我們其實這幾天也一直在介紹 NFT相關的項目 那我一直在想 就是 其實剛需還是在儲存空間 那我應該下週會介紹IPFS跟RV 其實說實在 使用起來 我覺得並不容易 尤其我已經很DeFi negative了 就是我感覺不管是其他節點或使用它 都沒有讓我覺得很容易 而且獲得代幣的方式也不是那麼直觀 所以 我一直覺得這兩個 這個市場非常大 就是我們也看到它是一個百億美金的市場 我覺得儲存空間 其實會要更多強的對手進來 那如果你有認識其他做儲存空間的項目的話 也歡迎在群裡面跟我們討論 其他人的Crypto直播是每週一 每週三每週五 帶給你最近最酷的QRN資訊 然後呢 記得今天討論的事情都不是任何的 這個 金融建議 對 然後呢 如果你不懂加密貨幣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Anything said today is not a financial advice And if you don't You know Crypto currency investment is really high risk So if you don't understand Please don't touch it 對 Man 我越講越有點口齒 我不知道 我現在播到三百多集了 希望之後 啊 不會那麼的 口齒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講話 一直怪怪的 是不是因為我沒戴帽子 我突然發現我現在沒戴帽子 Oh my god Anyway 好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呢 我們有開一個這個Defile的中文社區 所以如果你想要討論的話 在裡面我之後會邀請他們的團隊一起進來 跟大家一起討論 就在這整個NFT爆炸市場的時候 我覺得其實可以看看其他的 不要一直在那邊傻傻的一直買NFT 其實 還是可以供一些你認為就可以主供的市場 像之前我覺得 這個 最近我覺得一個市場很大的就是 其實我們看到中國監管和各國的監管 其實我覺得中心化交易所會 越來越中心化 就是所謂中心化就是越來越多人不能使用它 那越來越多人會進入去中心化市場 那其實很多這些東西要運行都需要節點啊 這些的 那所謂的節點就是運行這個網站的節點 就是可能沒辦法用亞馬遜啊 也有可能沒辦法用其他儲存空間 這些都是有可能的事情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看到DY DX Curve Uni 還有其他這些去中心化交易所價格往上漲 因為大家覺得說 如果我不能用中心化交易所 那我就要開始用去中心化交易所 作為一個替代方案對不對 那其實這市場已經在2020年 2021年證明說OK 現貨市場可以用去中心化方案 那現在開始期貨 這個永續合約這些其他的金融性產品 也開始證明它的市場 那這些東西要能維持運作的話 它其實需要有兩個最主要的 就是它需要去中心化 域名 對那就是DNS這部分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就需要Storage 那就像是AWS 所以它可能就需要有這個儲存空間 可能是IPFS 可能是RWave 可能是DFile 那可能也有可能還有其他的這種需求的方案出來 那這個市場是非常非常大 我們也看到亞馬遜期做AWS就賺爆 這後面其實常委是很大 那IPFS團隊很強 可是其實了解他們就知道 他們其實蠻硬 就是蠻難接觸也很難知道 他們到底後續要做什麼事情 那它已經也是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多少 1000億美金全息式估值 所以它已經太大 我其實也不知道他們到底後面在做什麼 那RWave還比較好接觸 就是傳傳訊息 還可以獲得到一些回應 其實回去我們看項目一樣 其實如果大到就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們誰 也問個話 也沒辦法得到回應的話 那其實就是團隊就太神秘了 那RWave就是能接觸 那DFile也是蠻好接觸 理解他們在做什麼事情 對 好那今天我們就要介紹這個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加入它中文社區 我也會貼一個這個Twitter的文章 然後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幫我在底下留言說 你覺得去中性化儲存空間 是不是未來的趨勢 然後會不會幫助這個市場很多 這邊再提大家一件事 加密無比投資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就絕對不要碰 今天講的都不是任何的金融建議 好我們明天見 拜拜 拜拜